同学们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今天这次课程呢比较重要 它是这个QT的这个核心的机制 信号与槽 那么这节课呢因为比较重要 可能呢20分钟之内可能会讲不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分成两个课来给大家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这节课的学义目标 今天主要介绍这个QT的这个核心理念 就是这个理解一下信号与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义目标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QT的这个信号与槽的这个机制 说QT也好说PriQT也好 这个因为我们是Python的一个绑定 所以那个说PriQT和QT都是一样的 我们以后为了简单就直接说QT 然后我们了解一下通过这个代码 连接信号与槽的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我们编程的时候呢 可能不太可能总是依赖于这个IDE 那么总有一些代码需要我们自己手中去敲 所以我们也了解一下通过代码 来连接这个信号与槽的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要掌握 使用ERIC自动生成这个槽函数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要理解这个PriQT 它这个自动连接信号与槽的这个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ERIC生成这个槽函数 它是怎么与我们这个信号来自动连接的 最后呢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编写这个槽函数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信号与槽的这个机制 简单说一下QT啊 它是由这个奇趣公司发明的这么一种GUI的这个框架 那么后来呢这个奇趣公司被诺基亚收购了 然后诺基亚就成了这个QT的这个大股东 也相当于是这个开发者 那么我们之前用了很多诺基亚的手机呢 这个GUI就是由QT提供的 然后在12年的这个QT又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叫Degia芬兰的一家IT公司 这个QT的这个道路也比较曲折 但是索性是它这个一直在向前发展 并且也越来越好做的 那QT本身呢它是对于这个事件响应是提供两种机制 一种就是跟大多数的GUI一样 是一种底层的就是相对底层的一种机制 比如说一个按钮 呃 鼠标点击和触摸屏触摸点击 或者是键盘选中它 敲回车键点击 这三种方式 呃 对于底层的这种事件响应是不一样的 就是三个函数去实现 呃 提供给这个相当于是提供给编程人员非常详细的这个 呃 动作来源 比如说是运户鼠标点击或者是触摸屏点击 那么 QT呢在此基础之上率先提出了一种高级的信号语槽的这个机制 呃 或者是触摸型触摸或者是键盘操作 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那么QT提供了一种高级的信号语槽这个机制 它就屏蔽底层的这个动作细节 相当于是不管是哪一个动作来源点击了这个按钮 我最终的这个动作执行都是这个按钮被点击了 我的事件响应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知道这些底层细节 其实对于编程解决这个想用动作这个工作 来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QT呢提供了 呃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一种这个信号语槽的这个想用机制 呃这个信号语槽的想机制就是说 不管你是鼠标点击还是键盘操作 还是触摸屏操作 还是各种动作来源 那么只要我这个按钮被点击下去了 那么我就去执行它相应的这个操函数去处理 因为你不管是如何动作了这个按钮 只要它被按下那么就应该有一种相应的机制 有一种槽函数去处理它 去执行相应的动作 所以呢 QT这种机制对于减少代码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它也是一种 现在已经有很多那个GUI框架采用了这种机制 那么QT呢 它里边所有的空间都支持这个信号语槽的这个机制 并且有预定义的信号和槽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边呢 其实就已经使用了它预定义的信号和槽 比如说点击按钮之后 我把这个Click这个信号 就相当于是这个预定义的信号 连接到这个窗体的这个最大画呀 最小画呀 关闭呀 这这些就相当于是槽函数 那么在上一节课 我们已经使用了它预定义的这个信号和槽 当这个空间触发后 比如说我们点击了按钮之后 QT默认的机制是就直接发射出信号 就不管了 这个发射出信号这个表达意义非常形象啊 它就把这个信号丢出来 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按钮被按下了 但是有没有动作有没有相应的操控数去处理这个信号 QT是不管的 这一部分因为是由编程人员来处理的 所以当空间触发之后 QT直接就发射出信号 那么后续的槽函数处理呀 这些是由编程人员来完成的 所以这个它是不管的 那么信号呢 需要连接到槽才能得到处理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光发射出一个信号 没有相应的槽函数的话 那么这个信号相当于是无效的信号 那么点击按钮也不会有这个相应的操作 那么预定E的信号核槽呢 可以连接到一起 0代码实现一定的功能 就像我们上一节课做的操作一样 把这个信号核槽通过这个GUI 这个IDE里面的编辑方式把它连接到一起 就可以用我们上一节课也是没有 没有敲任何代码就实现了这个窗体的这个改变效果 那么它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 但是呢这个预定E的信号核槽毕竟是功能有限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扩展 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编辑代码实现 那不同空间发出的这个信号类型可能不同 比如说按钮的话 它只有这个点击点击的这个信号发射出来 那么它是不带有任何参数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呃文本输入框 它可能发射出信号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呃 自乎传类型的信号 那么比如说这个呃 QDAO就是那个小手轮 就是像我们那个旋转的那个旋钮一样的这个空间 它发射出的信号呢 就可能带一个整形的这个参数类型 所以不同的空间发射出的信号类型呢 可能是不同的 呃 此外值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PUIQT 它比4++版的这个QT更加强大 它强在哪里呢 呃 4++版的这个QT 它的槽函数呢 必须是固定格式的声明 也就是说 你想用一个槽函数去响应这个信号 那么执行相应的动作 你必须这个槽函数用固定的格式去定义去实现 啊 PUIQT这个槽函数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是任何可以调用的东西 呃 自己定义的函数啊 或者是类里面的方法呀 都可以 呃 没有特殊的格式要求 只要是可以调用的东西就可以 呃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介绍一下这个通过代码连接信号与槽 这个手动连接信号与槽的这个方法呢 呃 这个方法是在 我们 呃 生成的这个 呃 GUI主类里面的那个 初始化函数里面去实现的 或者是自定一个函数去实现这个 信号与槽的这个连接 呃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呃 呃 在哪一个部分输入这样的代码去连接它的信号与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手动连接信号与槽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self 这个是当然是指自身了这个呃 呃 面对象编程了self 哈大家都知道 呃 self的connect 呃这个第一个参数是wedges 就是这个 空件 那么这个空件 然后这个空件 然后这个空件带有一个信号参数 叫signal 呃 signal 呃 括号里面这个引号就是指它具体的这个 这个信号名称 比如说click啊 或者是这个呃 拖拽啊 或者之类的 然后后面的function 就是我们piqt 定义的这个曹函数 那么这里边呢 是我们呃 第一 第一种方法是我们自定义的这个呃 呃 函数去实现这个操函数 那么第二种方式前面也是一样 呃 connect的一个空件 然后发出一个信号 那么后面呢 是instance.messor name 这个呢 就是调用一个类或者其他空件的这么一个方法 呃 这种方式与上一种方式不同的是 上一种方式我们完全自定义的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随意写一个define一个函数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从一个已有的类里边调用一个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种 第三种呢 也是前面都是一样的 呃 连接一个空件和它的发生式一个信号 然后呢 谁去呃 处理这个槽呢 就是谁去实现这个槽函数呢 也是instance啊 这个字幕敲凑了一个 instance 然后这相当于是一个空件 另外一个空件 跟前面的不一样的空件 这个空件的 自定义的槽 那么后面会有一个slot函数 啊 这个自定义的槽去接收前面的空间发生出来的信号 那么手动连接信号语槽呢 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三种方法 呃 呃 这个手动去连接这个信号语槽呢 我们后面的实例里边也经常会用到 那么我们 本节课呢 主要是跟大家先预先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 呃 介绍使用Eric去自动生成这个信号语槽 因为呃 大部分的工作呢 可以自动做 我们就不要手动去自己敲 因为毕竟自动生成会稍微快一些 啊 需要手动的时候 我们再手动去连 呃 我们使用这个 Eric生成槽函数呢 呃 也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类似于这个 这个 这个 相当于核心价值观的这么一个说法 啊 能自动生成你就不要手动去编写 也不要重复造轮子 非得说你自己手动编写的函数 效率有这么高 比这个啊 用IDE自动生成的有多好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你有时间 你可以 把这个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 然后不要重复的去造一些轮子 还觉得自己特别牛 这个真是得不偿失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演示一下这个 怎么样用Eric去生成 呃 相当的这个槽函数 好 我们首先 启动一下 还是一个黑框一闪而过 然后出现一个恐怖的舌头 那我进行一些初始化之后 它就会打开这个环境 我们还是在上一次那个工程基础上的进行修改和添加 这样呃 大家学起来可能也比较有连贯性 不要把一个工程用完了之后就直接丢了 好 我们打开最近的工程 那么这个GUI我们双击看一下 好 这里边就是我们现在的上一节课的这个 嗯 粒子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使用这个粒子 呃 因为这些我好像都已经连到了相应的这个 槽上 我看一下 对 这些按钮都已经有相应的槽数了 那么我们再拖一个回来 再添加一个新的按钮 改的名字叫测试 然后保存 我们编辑一下这个创提 嗯 好 编辑成功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F2快捷键 嗯 好 我们这个 呃 创提已经出来了 好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因为他没有连接 哦 手动 没有手动编辑他的这个槽上数代码 也没有在这个 呃 图定界面里面给他分配槽上数 那么他是没有任何响应的 那么这边呢 呃 这边这些屏幕依然 呃 这边这些按钮依然是 我们上一节课的那个操环数 所以我这里不做演示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怎么让这个 嗯 ARGFO自动给他生成 呃 相应的操环数 我们先来 看一下这个 刚添加这个按钮的这个属性 pushbutton6 记住这个label 就是他的编号 然后我们在这里 右键 选择 弹出的窗口里选择第三项 generate dialogcode 呃 在弹出的窗口里面 我发现这里边 class name 没有 下拉也没有 我们就新建一个 呃 新建一个 它自动弹出来了 min window messpureqttestnp1 啊 就是这个我们就选ok 然后我们选下拉选择 找到这个 我们新建的这个按钮 push button 嗯 6 然后点击前面这个小三角符号 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些 呃 它支持的这个 嗯 那信号 那么我们点击第一项 在门 Peyer 我不太冒之意 你就 uncovered 是不是